检查总长黄世民被指涉嫌泄密 违反通保法一案 台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 黄世民一年两个月的徒刑 这也为台湾首次检查总长 遭到判刑的案例 台北地院审理检查总长黄世民泄密案 在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宣判了 判决黄世民败诉 对此法院召开的记者会说明 黄世民公务员因职务持有 依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之规定 监讯通查所得因秘密之资料 而无故泄露交互共二罪 各处有期徒刑五月 又公务员因职务持有 依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之规定 监察通讯所得因秘密之资料 而无故泄露 处有期徒刑六月 应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月 如医科法金以新台币一千元折算一日 黄世民跟他的委任律师 今天都没有道题 但是随后黄世民发出的辞职声明 表示宣布辞协检查总长的职务 只是履行他的承诺 并基于检查议体的原则 概括承受所有外界的指责跟非难 但绝非认同台北地院的判决 黄世民被控在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司法官说案 在去年9月5号侦查终结前 两度将案情报告给了总统马英九 以及行政院长江一化 而遭到了台北地检署 依照了刑法泄密罪 违反通讯保障以及监察法起诉 成为了台湾司法史上第一个 因为刑事案件被起诉的检查总长 以上日新唐人记者 陈辉谋 姚汉宇 在台北的车房报道